大家好 我是江南帕过大的SSK六阶老师 郑向瑞老师 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 这次考试 老师相信大家已经准备的很好 那今天呢 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要去注意的这个地方 对吧 因为很长的文章 现在学习的话可能 有点晚了对不对 其实我们这次呢 老师也是想看一看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呢 应该注意的是什么 我们看第一个是缩写 缩写的这个技巧的问题 有的时候呢 可能是我们在读的时候 我们实验的安排 对吧 还有呢我们文章 怎么去整理 这个方面呢 可能还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今天的老师 一起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对吧 下面的话 第二个呢是 大家呢在写的时候 还有一些长出的问题 比如说 有的时候符号的问题 这个符号错了 因为考试的话 我们符号错的话 可能是一分左右 对吧 所以很可惜啊 下面的话有人称 对吧 人称 有的时候我 有的时候是你 对吧 所以大家在写的时候呢 我和你 说他们的这个区别要注意 对吧 什么时候用这个我呀 什么时候用写你呀 对吧 所以大家一会儿呢 我们一起整理一下 后面的话 就是有的一些语法的问题 对吧 有一些我们常出现错误的语法的问题 对吧 特别是考试的时候 然后常出现的这样的句子 我们要去注意 第三的话 老师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 我们现在呢 对我们来说 做文呢 我们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 那就是内容是低的 对吧 内容的分数最多 所以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 我要去好好的去看内容 说单词我忘了 这个没有关系 他说内容我多看了 这个怎么样啊 这个更好 对不对啊 所以后面的话呢 就是语法嘛 那我们写文章的时候 对吧 语法错的话 这个分数也是 2到3分 对吧 也是比较多的 所以呢 要注意 那后面最后呢 就是我们词的 对吧 比如说单词 说字错了 对吧 其实这个呢 老师跟大家说呢 应该不是大的问题 对吧 好 那我们来下面呢 就是来看一下 今天的第一个呢 老师来说的就是我们文章 因为现在出现的都是什么呢 这个故事的 故事的话呢 一般呢 都是什么像一个人 对吧 还有呢 什么一个公司啊 说这样的这个故事 反正呢 都会出现一些什么人的名字啊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呢 像考案室 有的学生跟老师说 说这个名字 老师我忘了 说怎么办 其实呢 这个不是大的问题 说内容你都写的话呢 更好 明白吧 还说这次考试也一样 那名字的话呢 说人名字的话 我们一般出现的时候 有像难记 说这个名字啊 这个词很难记的时候 很难对不对 比如说像这里面塞翁 那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们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要去判断的是什么 我们的内容是低的 你先看好内容 如果说内容都知道的话 那我去背 如果说内容怎么样 没有时间看的话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要不记他 不用记名字 去判断出来 是他 男的他 女的他 对吧 像这里面怎么记 就是老人就可以了 对吧 说从前有一个老人 对吧 还就可以了 如果后面的内容 我们都写得很好的话 那我们的分数会更高 因为一个单词 对吧 一直想单词 内容呢 看得不好了 这样的话会怎么样啊 会更不好 对吧 所以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 那第二个的话 像这里面也是一样的 说齐宣王呢 去世后 他的儿子 对吧 齐宣王呢 继承了王位 那所以我们这里面 还会出现这样的词 对吧 所以呢我们怎么办呢 第一呢 我们就是想把它换下来 简单的词去换 对吧 内容一样的话就可以 那齐宣王去世后 对吧 那怎么样呢 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继承了王位 所以有一些词呢 我们要去记 有一些词 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去记的话 因为和内容一起说 我看内容的这个时间不够了 那我们的单词不用去记 那说给它换 或者写错也没有关系 那重要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内容的分最多 对吧 所以你看前面的话 我也可以换嘛 齐宣王嘛对不对 我可以写齐国的国王 对吧 这都没有问题啊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 这次考试 我们要知道 什么是重要的 对吧 那第二个是什么 是有长的名字 还有外国的名字 我们今年像去年 对吧去年12月份考试的时候 还有今年1月份考试的时候 都出现了这样的 像外国人的名字 对吧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 还说整理啊 这个部分的有问题 对吧 那第一个呢 说脚长的名字的话 像比如像这里面的 对吧 还像外国的名字 出现的话我们怎么办 对吧 那出现的话 我们一般是判断出来 又找出来 他是什么 或者呢 他是做什么的 那这里面出现在什么呢 医生 对吧 所以我们写的时候 只是写医生就可以 对吧 那说有一名医生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后面的话也是一样的 从前呢 梁山博和朱英台 是很好的朋友 对吧 他和他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我们通过后面的内容 我判断出来 他说梁山博是个男孩 那朱英台呢 是个女孩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样写也可以 明白吗 或者呢 我们可以判断出来 以后 那我写他 对吧 到最后后面写他就可以 所以呢 一些名字啊 因为每次考试呢 都会有学生会跟老师说 老师这个名字我没有记住 说怎么办呢 说分的多不多呀 所以老师今天和大家说呢 他不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如果老师说的意思是 和内容比较的话 大家要去注意 内容呢 是我们应该要多去看到 因为他的分数最多 对吧 好 那这是第一个 我们是名字的这个问题 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们在写文章 有的学生会说我要多 对吧 分要高一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加一些这个副句的问题 比如说这次考试呢 大家一定要去想着啊 我要写副句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才可以 其实就是我们要故意的去什么 去给他编 对吧 就是这样的 看第一个我们用的 一般 在考试的时候 也说我们写文章的时候 常出现的这样的句子啊 比如说像什么什么 那个可是啊 但是啊 有一个主语 后面呢 却 有时候这个形式 对吧 这个样子 我们怎么样 去记就可以 出现主语 这样的句子以后 对吧 虽然但是 有这样的句子 我们就是这样去写就可以 那比如说他怎么去写呢 妈妈让他做完呢 作业在看电视 他并没有听妈妈的话 对吧 他没有听妈妈的话 是这样的内容啊 那我们去用但是的话 或者可 就可以变 妈妈让他做完作业呢 再看电视 可呢 对吧 诸语吗 可他却一直看电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因为记住这个形式以后 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呢 你可以这样去给他整理 对吧 就可以了 下一个呢 之所以呢 是因为 因为这些呢 是最简单的 而且每次考试 我们都可以用到的 对吧 所以呢 我老师说 大家去考试的时候 还要用一些这样的词 像下面的说 他一直呢 坚持训练 所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对吧 所以这样的情况的话 我们知道 因为所以的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用这个 那就是他之所以呢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是因为一直坚持训练 那还有呢 是什么呢 我们去用了 对吧 但不要呢 用很多次 我们写一次作文 最多两次就可以了 三次四次呢 大家不要这么去写 对吧 因为太多也不好 对不对啊 所以要注意这个 那下面的话就是记诱 你说 这样做呢 需要很多人力 也很浪费时间 对吧 对吧 所以需要很多人力 也浪费呢 这个时间 所以我可以用一个什么 那种并列关系的这个 复句 那去写的话看 这样做 既 对吧 既需要很多人力 又很浪费时间 对吧 所以呢 那老师说的意思就是 我们得去想着它 对吧 你说考试的时候 不要忘了它 我们还会一些 复句的这个问题 对吧 还说多用一下的话 我们的文章会变得更漂亮 也会更更怎么样 更工整 对吧 所以是这样的 能理解吗 所以这部分啊 大家去注意 老师只是说呢 我们在考试啊 这次考试呢 大家去注意的 对吧 去多写一些这样的句子 好 第三个这个地方的话呢 也是我们文章啊 会出现那些什么呢 老师说一下这个 可能有一些语法的 这样的问题 那语法的问题的话呢 就是刚才老师在前面说的 像人称啊 对吧 有句子的问题啊 有符号的问题啊 还是这样的 那下面的话大家看哦 第一个是什么呢 你我 文章里面有的学生在写句子的时候呢 比如这样出现了 说老师说你的运气呢很好 但是呢 这个文章里面是谁呢 有老师还有呢 他 没有你 但是本来文章的里面出现你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出现了 怎么样啊 里面可以出现你 但是我们在写的时候呢 符号没有了 对不对 比如这样的符号没有吗 所以呢 不能出现这个你 因为文章里面的人是两个 一个是老师 一个是他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 因为呢 他是要扩分的 老师平时学生给老师的作业呢 说这个地方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呢 大家这次呢 在考试之前啊 一定要看清楚 对吧 我们怎么去写 对吧 像第二个的话 我们这么改就可以了 一定得加上这个符号 对不对 老师说你的运气很好 才可以 明白了吗 要注意这个 好 那下面的话是什么呢 说 老师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文章里的内容是什么呢 老师还有 我 的人称 对吧 那说 老师说 怎么样 变了他 对吧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符号没有了 那我们要去注意 所以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 有符号或者没有这个符号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我要怎么去写 对吧 那这个我应该是这里面的 谁呀 和我是老师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应该是老师说 他明白 我的意思 因为这里面的你是谁呢 是我 所以得先判断一下 因为这里面的我是谁呢 是只是老师说嘛 对不对 老师说我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呢 是老师 那没有符号的时候呢 要变成什么 他 他代词 对不对 他代替的是老师 所以呢 这样去整理 那第二个的话呢 大家出现错误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 经常在写文章的时候 我们 内容的很多内容都会出现这个 就是我们说 第一天 第二天 这样的问题 但这里面我们一般说和明天 有关的 是一件事情的明天 但是我们的文章都是什么 过去的 对吧 就是因为 我们在韩语里面有一个什么 他们那对吧 那是什么 下一天 对不对 所以但是汉语里面的没有这个 所以呢 我们写的时候要注意 那这里面是 你看上星期三我去了趟中国 对吧 星期三去的 完之后呢 星期四就回来了 所以星期四应该是星期三的时候说明天 那我们写的时候呢 不能写明天 应该写的是什么 第二天 所以 下一天 明天 都不可以 能理解吗 所以是这样的 那后面的话就是 你看 我上个星期三去了趟中国 第二天 就回来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地方 前两个都没有 应该是第二天 下面的话呢 这是也是我们常出现错误的地方 就是以后和后来啊 大家可以用一种简单的方法去记啊 那就是说 我们如果出现了这个以后 后面的有文章 大家写的时候 现在我们写作文的时候 那这样的时候都不可以 对吧 你就记住就行了 比如说 他们两个人 最开始见面说吵架 那后来呢 两个人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后来啊 过去的 因为以后什么什么都是嘛 未来嘛 所以这句子大家看 对吧 后来他成为了一名很有名的作家 说我们现在的文章 一般呢是最后的时候 对吧 说后来他成功了 后来他成为了很有名的作家 成为了很有名的导演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句子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是后来 明白了吧 好 最后一个呢 这是我们也是啊 和韩国语有关的啊 这样的问题 要注意啊 就像我说过了时间 是吧 因为这两个呢 大家错的最多 是吧 所以呢老师用这个颜色啊 就告诉大家 这两个是最多的 是吧 那第四个这个地方呢 大家看 过了时间呢 也是一样的 在汉语里面呢 这个不行啊 因为汉语里面的话 没有这个过了时间 因为说时间过了 但是时间过了是什么呢 是我们两个人的约定的这个时间 比如说我们约定呢 是啊 五点见面 那现在五点半了 他还没有来 这个时候 所以这要注意啊 那下面的话 什么呢 怎么去改呢 应该是过了一段时间后 啊 我们现在呢 大家写文章也要记住 都是啊 过了很长时间以后 过了一段时间后 这个都可以 所以说过了时间 这样去写的话 这个不行 明白吗 这个写啊 说这几个部分啊 说这几个题呢 是啊 老师在 的学生啊 老师的学生 在写文章的时候 有常常出现啊 错误的这个地方 对吧 而且每次都会有这样的错误 所以老师今天呢 和大家一起啊 来说一下 希望呢 大家在考试的时候 还能注意一下 几下的时候 这几点啊 特别是老师说的 这个复句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去注意 对吧 还有呢 就是我们选择的时候 内容是低的 希望大家呢 这次考试呢 能够取得好成绩 那今天呢 我们就到这里 好的 再见